半月板损伤手术后怎么康复锻炼 马丁骨科副主任医师 半月板损伤术后 手术当天麻醉消退之后 就可以进行阻止以及怀关节的身躯活动锻炼 术后第一天就可以进行骨四头肌功能锻炼 一般是一主做十次 一天做一到两组 每一天可以增加一到两组 直到关节功能的完全康复 术后第二天 我们就可以让病人身躯膝关节的功能锻炼 病人可以平卧于病床上 进行膝关节的身躯活动 也可以坐在床边 利用小腿的重力进行膝关节的功能锻炼 术后第三天 我们就让病人下地活动 以达到膝关节功能的逐步康复 专家提示 一 手术当天麻醉消退后 就可进行阻止及怀关节的身躯活动锻炼 二 术后第一天进行骨四头肌功能锻炼 三 术后第二天 进行身躯膝关节的功能锻炼 四 术后第三天 让病人下地活动达到膝关节功能的逐步康复 让病人下地活动达到膝关节功能锻炼